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是继我们2020年 我记得是2020年的1月 我们开始的最后一场讲座 我记得是疫情前 疫情前 非常前 那个时候5万好像没有完全爆发的时候 是我原计划我记得很清楚 是大年初六回英国 结果到家的大年30到家以后 我是江西人 到了江西以后 吃完年夜饭 接到朋友电话 我的朋友是体制内的说 刘律师赶紧走 我说为什么 他不走 可能你接下来有几个月就走不了 结果不出所料 是直接是好几个大城市 就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所以大年初一 我们就直接跑回了英国 其实不能说跑回英国 当时回英国 我记得是因为孩子在英国 如果说长时间不回英国的话 孩子没人管了 所以说很快 时间真的很快 三年半 现在算的真是整整的三年半 据我们上一次回国 与大家沟通 关于我们的这个 今年也是第十一届了 第十一届 我们原来的规律是 每年会有两次 一次基本上在三四月份 一次是在九十月份 每年两次的这种 巡回的这种 不能说叫演讲 巡回的这种分享会 其实每一次 我们的这个分享会 都非常有意思 我从一开始 从第二届 还是第三届开始 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分享会 都是收费的 为什么收费呢 其实收费不是目的 收费只是一个 相互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 第二收费还有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 我希望我收费 我讲的东西 全部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我收了费 我就必须要对 大家的这个票钱负责 换句话说 这个大家听完这个讲座 有一个选项 如果觉得这两百块钱不值 可以单独找我 我单独退费 OK 如果大家觉得听完讲座 觉得不值 觉得这个空跑一场 单独找我 我可以单独退费 OK 可以加我微信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人是没有我微信的举个手 你们怎么来的 您是看的什么 是看的文章 还是朋友介绍 报的名 看的视频 OK 可以单独加一下我的微信 其实大家会发现 就是这次来的 基本上我们有一些 是在这个微信上 有这种 已经比较长时间的沟通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 会有一种 相对更容易认出我的 这么一种感觉 就像我微信里 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一样 就是 我每天早上起来 这个 半个小时 我会把所有的微信 回掉 而且有人问 我的微信 是不是有人管 我现在很负责任 告诉大家 我的微信 就我一个人管 很多人会问 是不是机器人 是不是助手 这个如假包换 每一次回复 都是我亲自回复 但是大家需要 注意的一下 就是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 非常这个 有效的沟通 什么叫有效的沟通 不要一上来 问我在不在 OK 我在不在 取决于你是谁 取决于找我干嘛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接下来30年 我都会在 所以说大家一定上来 就是直接留 封闭式问题 就是 比如说小刘 Peter刘 刘律师 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事 是选A 还是选B 还是选C 给我封闭式的问题 不要给我 开放式问题 有人上来就问 是英国好 还是美国好 我对不起 这个我也不知道 英国好 还是美国好 你的背景 你的需求 你的资产 以及你的个人状况 决定了 英国好 还是美国好 英国有英国的好 美国有美国的好 中国有中国的好 所以说一定 请大家帮个忙 好不好 一定是 给我封闭式问题 比如说我在申请什么签证 我遇到什么样的选择 是选哪一个 这样的话呢 能够更有效的 这种沟通 和更有效的 能够互相的帮助到大家 好不好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请求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 正式的一个开始 首先呢 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的金主妈妈 金主爸爸 这个第一太平 戴维斯 这个米董 这个米董呢 是我在英国 二十多年 遇到的 可以说是 最专业的 最有气场的 在英国房地产 投资方面的 专业人士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我在英国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妈妈是不是二十一年 是二十一年吗 二十一年 不止吗 二十一年半 我在英国二十一年半 我接触了无数的这种 房产中介 也好 或房产销售也好 你会发现 有些人 是带有天生的气场的 有些人是带有 天生的这种DNA的 就是 如果说一个卖房的 或者说一个普通的 房产销售 你站在你面前 你能分别出来 它就是一个卖房的 但是一会儿 大家见见米总 大家会发现 第一 太平 戴维斯 旗下的所有的 这种专业人士 特别是米董 作为这种 大姐大 大家会发现 他的气场 不是一般人能够 能够这种 判断出来的 我和米总 我虽然没有直接的 这种 长时间的沟通 但是 我经常观看 米董的视频 从视频里面 其实是能够看到 一个人的 言行举止 一个人的气场 一个人的观点 以及他骨子里 血液里 流淌的一些东西 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会和 米董 会和第一太平 戴维斯合作的原因 这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位重量嘉宾 第二位重量嘉宾 是一路通的梁老师 也是我们 比特森家族办公室 旗下非常重要的 一个分支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会发现 我们尝试在做一个事情 因为很多人 问过我一个问题 说 皮特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说你有点像 网红这个节奏走 我说 第一 我不是网红 第二呢 我也不喜欢人家 称呼我为网红 我认为 我们需要做的 或者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是一个 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 因为大家会发现 高资产人士的特点是什么 高资产人士的特点是 有一定的格局 有一定的资产 有一定的长期的规划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房产投资 身份规划 房产规划 投资规划 这种呢 是我们需要提供给我们的 这些朋友们 这些亲朋好友们的一个 这种完整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大家手里都有三本书 三本书 这个多少钱一本 我们印的 代表 这个运费 加上印刷 很贵 很贵 对 答案正确 这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沉淀吧 说实话 我们和其他的人 其他的机构 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在于 从十年前开始 我们就认定了一个事情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 是非常有意义的 什么呢 就是要做一件 正确 但是艰难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 往往是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习惯的是 把我们有的一些东西 分享出来 包括 其实我们最早做 这个公众号 最早做视频号 也是一样 我们的目的 其实 你说不是为了商业 也不对 也是为了商业 但是更深层次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更深层次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 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 帮助到别人的同时 一定能够帮助到自己 这是我们的 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和一个核心的观点 同时我们还有 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很多人说 说这个刘律师 你这么忙 怎么有时间力 录这么多视频 其实我很负责任 告诉大家 录视频不是给大家看的 如果录视频 一开始就是给大家看的 我坚持不了四年 录视频是给谁看的 是给我们家老大老二看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最初级的 这种原始的动力 是希望有一天我老了 我这个什么了 去见上帝了 这个时候 我的孩子 他翻开我的视频 他能知道我在某个阶段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态度是什么 我的性格是什么 我是如何去处理 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是这个原因 让我坚持到现在 也是这个原因 让我不敢 在视频里 做一些 太过功利的事情 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家老大凯文 影响到我们老二Harry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会发现 我的视频有时候相对的 会比较有观点 相对的有时候会比较极端 但是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在视频里也好 在文章里也好 在所有的公众场合出现的一些文章 一些信息 都是在当下 我真正的认知 它不一定是对的 大家一定要提醒一个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观点 就是它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我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去看这个事情 它不一定是对的 只能说从我的角度来讲是对的 而且是在特定的阶段是对的 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关于微信的视频号 微信公众号 以及我在媒体上的一些文字和文章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不同 回到今天的这个讲座本身 就是除了这个迷东以外 还有我们这个梁国辉两种 这个一路通 这个专门负责身份规划的 这个团队负责人 也是一路通的这个负责人总裁 接下来呢 会有我 除了迷东以外 除了梁国辉 还有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关心的 来着都是为了英国 对吧 怎么移民英国 其实大部分人 我相信都是 其实我猜哈 基本都是为了孩子的多 为能不能举个手 为了孩子的 来参加这个会的举个手 我看有多少人是为了孩子来 一半 一半不到 一半不到 所以说 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家长 这就是中国家长 典型的中国家长 就是为了孩子能够付出 能够去牺牲自己 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也会分享一些为了孩子 关于孩子的私校教育 以及我在私校教育上的一些 一些领会 一些领悟和感受 加上还有我们家领导 对吧 我们家领导 今天也清理现场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过去 这么18年半来 孩子私校教育当中 走过的一系列的 一个心路历程 我们家领导有个特点 其实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讲 为什么我们家领导 要出来做这个 做这个讲座 做这个分享和规划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啊 大家会发现 外边很多做教育的 做规划的 做私校教育规划的 孩子自己 孩子可能本身还在功效读书 但是我们家虎妈 从老大出生开始 从04年开始 一路的 功效 这个一会儿我会分享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 英国教育的一个感悟 一开始是功效 然后到私校 然后到一般私校 到好的私校 到顶级私校 这一路的历程 它其实是有变化的 观点也是有变化的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 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顶级功效是好的 我们会去看 outstanding的排名 我们会瞄准功效 我们在功效附近买房 我们去买学区房 当有一点钱的时候 我们会把孩子放到私校 当我们有更多的钱的时候 我们会放到顶级私校 所有的梦想 都是要靠实力来实现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 能够措手可得的 所以说 今天那个虎妈呢 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这么18年半来 我们在英国私校教育上 走的一些弯路 吃的一些亏 踩的一些坑 这个我相信呢 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提前避免掉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弯路 我去帮助到这里 我去帮助到这里 我去帮助到这里